美国股市连两天走低 昨天是因为通膨的隐忧 今天则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风险升高 引发投资人的恐慌 美国安顾问今天也警告说 俄罗斯随时可能会入侵乌克兰 华尔街并且情绪升温 十年起美债的殖利率从2%回落到1.91%左右 再加上美国二月消费信息指数骤降 打击投资信息 现在恐慌指数也飙升 导致美股重挫